这次讲的就是折点 它的意思很简单 如果有一条线 就押到这条 这条叫Y軸 有一条例如是横线 它押到这条Y軸的这个点 即是03的这个点 那这一点呢 就叫做Y折点 英文就叫做Yintercept 这次如果是一条垂直线的话 垂直线和Y軸 就不会双交 但是呢 它就会和这条 横的这条X軸 双交 双交的这一点呢 也就是40的这一点 理所当然 它就叫做X点 英文就是 Xintercept OK 那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 那我们有这条Y軸 那另外一条呢 就叫做X等于4 那这两条呢 由于它们平衡的关系呢 那它们 是不会双交的 那这个是几何 我们之前学过啦 那两条平衡线 在一个平面上 是永远都不会双交的 那但是 如果它歪了一点 不是平衡的话呢 那它们 可能 要拉很远很远 可能几千或者几万 那它们才会双交 但是它们都是会双交的 那所以如果两条 两条线如果不是平衡的话呢 那它在一个平面上 就必定会双交的 那接着来就 讲斜线啦 那之前说过 如果它们不是 垂直线 又不是横线的话呢 那它们就 必定 会和这一条 Y軸和这条X軸相交 那我们看看 就好像这一条 这一条斜线呢 那它就很明显 和 这个Y軸相交 是1.06 又和这个X軸 1.60相交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我们又再看一看其他的例子 那呢 把这些线收起来 那我们如果有一条线 那它so far 可以转啦 那 你在这个平面上面 那有一条线 那它 如果可以转来转去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那假设如果是90度的话 90度 那之前说过 它和这个Y軸 不会相交 那但是它和X軸呢 相交1点 那如果歪了少少 那你看到呢 它和 这个X軸相交1点 跟着它和这个Y軸呢 那可能要 是啊 那可能要 那它和这个Y軸呢 又是会有一点相交的 那 那再短一点的话 那情况就会更加清楚了 那 那 那总之 你可以任意给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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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角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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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會說,那條線性方程的代數,或者是方程的代數解 它的幾何在這個圖表上找出來的答案就是它的X Intercept 這些日後都會再翻譯到 遲些再講這個